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活祭这个节目当中 跟你一起来分享有关圣经当中的真理 在这个星期里头 我会继续跟你讲到复活这个主题 但是首先让我要感谢那些给我来信的弟兄姐妹和听众朋友 我知道你们从这个节目当中得到了帮助 得到了安慰 这一点实在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和弟兄姐妹 你们以后经常给我来信 讲讲你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一些什么一些疑难的问题 如果对圣经当中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来信 我们共同探讨 我非常乐意为你解答有关圣经上的一些真理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题 复活 上个礼拜我曾经解释过 福音包含了有关耶稣的三个简单的历史事实 那就是他的受死 埋葬和复活 这三个事实是整个福音的基础和中心呢 有关基督复活 首要的一个确据是出自旧约的先知书 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曾经看过大卫的诗和和西阿书里面的一些特别的例子 他们都非常清楚准确和详细的预言了基督复活的各个方面 另外一个基督复活的确据就是很多一些可靠的见证人所提供的 他们都亲一眼见过复活之后的耶稣 那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到八节 那列出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人 那首先有基法也就是彼得了 还有十二个使徒了 还有一次性有超过五百人都看见了 再有雅各了 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了 那然后是所有的使徒 这次我们不肯定一共有多少人了 最后是保罗他自己 因此一共有超过五百人以上 这些都是可靠的见证人能够证明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的 在今天和这个星期里头 后几次的讨论里面 我将会跟你分享耶稣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无限的福分 按照逻辑的次序 首先要确立有关基督复活的圣经和历史的事实 然后看看神透过基督的复活 他的怜悯和大爱带给我们些什么的福分 那今天我要跟你提到的第一个福分 那就是我们可以得到重生 我们可以得到重生 为了跟你说清楚这一点呢 我想跟你重温上个星期 跟你提到过的和西阿书第六章第二节 经文这样说 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 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 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 那刚才这段经文很清楚的预言第三天的复活了 但是正如我在上个星期提到过的 和西阿并不是单单只是指讲一个人的复活 而是讲到众人一起的复活 借着圣灵和西阿以耶稣的身份的讲话 但是他并不是说他必使我苏醒 他必兴起我 他而是说的什么 他必使我们苏醒 他必使我们兴起 所以我就跟你指出了 借着圣灵启示的预言 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 我们也包括在耶稣的复活里头了 耶稣为我们而死 因此借着洗礼 我们跟他一起同埋葬了 也借着受死与他一同的埋葬 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复活上有份了 在以福所书的第二章四到六节 保路就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了 他说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那我们注意了 一同这个词一共出现了三次 在这个地方啊 每一次都指出了 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受死 而与他一同的分享了他的经历 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 神使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兴起 神同时又使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坐在天上 那所以这些经历呢 保罗都用过去式的一些词句 这些经历不是在神将来的计划当中才会发生的 而是一些已经完成了的事实啊 所有这些经历都可以靠着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的 那跟着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在伟大的复活篇章里面的 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我们已经反复的查考过这一章 现在我们看一看四十五到四十七节 保罗把他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做了一个比较 这个新的生命是由于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 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你看呢 在这个地方他又称呼耶稣是第二个人 我们要这两个称号放在一起的话 那不过我们要有一个先后的次序要分清楚了啊 首先耶稣是末后的亚当 然后他又是那位第二个人 末后的亚当完全的清除了整个亚当的足力 对邪恶的承袭 这种邪恶是开始在亚当的反叛的罪孽开始的 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一切都因着耶稣的死而清算了 清除了 那跟着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 成为第二个人 他成为一个新的足力的头头 这个足力是按照神的计划 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而产生的 为了要结束亚当罪的承袭 用死亡把它封锁 然后又为所有相信的人 进入耶稣基督为首的新足力 打开了一条通道 得到这份新的产业 得以成为这个新的足力的成员的方法 那就是要重生 父神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得重生的 使徒彼得 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形容 非常非常生动 他说 愿送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那因此 借着信 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死 一同的埋葬 又一同的复活 我们跟他一起的脱离了旧的结局 旧的人 而进入全新的一个程序 新的生命里头 借着神的能力 我们得以重生 进入以耶稣基督为首的新的足力 那我称这个足力为以马内力足 也就是说 神与我们同在的足力了 这就是耶稣死亡和复活的目的 另外 当我们重生之后呢 耶稣就成为我们永恒的生命的源头了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一到四节这样说 我们从此有了崭新的生命源头 这源头来自基督 来自天上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那我们注意这里头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包含很丰富的句子 那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每个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 因为那位复活的荣耀的得胜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 没有能力可以胜过那生命的 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征服这种生命的 它是不容亚倒的 不容击败的 也是不可毁灭的 它是永恒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 因此保罗把这个真理应用在他的经历上 而这些真理也同样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的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六节保罗说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 你看啊 这段经文多么的美丽啊 它多么富有鼓励性啊 我们不要丧胆 有些事情看起来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在外表上可能是跟我们作对的 但是保罗说 我们与耶稣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着我们的信 靠着圣灵 我们就有一种内里的生命的源头 我们可以不停的被这个内在的生命的源头所更新呢 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复活了的主 因为他是得荣耀 得胜利的基督啊 弟兄姐妹 好了 让我留给你这宝贵的句子 希望你能把它记下来 你最好能够把它背下来 这是我们一生所享受不尽的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记住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有了基督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底下 不至于摇动 不会被打倒 不会被毁灭 哪怕是我们的肉体会受伤残 会被死亡 会被监禁 但是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 是永不会倒下的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记着 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死亡 他是得胜的君王 我们跟他一同的死亡 埋葬复活了 凡相信主基督的人 都跟主基督一同得荣耀的生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将继续跟你讲到复活这个主题 跟你分享 复活的基督 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义 按照道理说 我们是毫无义的 我们没有一点义的 在我们心里面都是自私 但是复活的基督 能成为我们的义 这是神称我们为义 好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